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永报心理 我是永报心理的首长 中文曲智商心理师 前两周我们已经讨论了 第一个是对于外遇的定义是什么 第二个是可能外遇的八个因素 但是其实今天这一集啊 我们要讨论 其实在自相里面遇到外遇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常会需要处理 然后其实也非常非常不容易 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被出轨 被判的那一个人 就是我们其实 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最受伤的这个人 这个人的感觉 这个人的对自己的认知的这个部分 对今天一样邀请到惠文心理师 来跟我们谈论被外遇者 他的受伤的部分可能是什么 以及你在如果 因为其实说真的遇到被被背叛的人 其实蛮多的 对啊 被戴绿帽 被戴绿帽的人很多 这些人通常进到资商室里面 他们第一个会问的问题是 我可以怎么办 怎么会是我 对 我要怎么样走下去 那心理师在资商的过程里面 会怎么样协助 陪伴我们这样子的伙伴 跟朋友 所以惠文心理师 你有没有分享一下 或什么原因被背叛这件事情 会让这么多人这么受伤 像刚刚所长已经有帮我开一个场 就是已经有讲到说 到底就是在这个被外遇的过程当中 那些被外遇方 他最受伤的到底是什么 我就先让大家了解 因为如果我们要去讲 帮助这两个人去恢复信任关系 或者修复关系 那你至少要先知道 到底伤痛在哪里 才有办法真的去做疗愈嘛 所以我们就先谈那个受伤的点是什么 那我就有列出了三大要点 那第一个受伤的点会是 就是感觉我不是另一半心中的第一名 然后我不是他的唯一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部分的话 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不够好 感觉自己是比较不被爱的那一个 对 然后感觉自己比较差 难道我没有比他好吗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觉得是最最最打击人的 其实是那个信任的部分 那个信任其实会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我自己原先相信的东西 我本来相信我的婚姻或感情本来是好好的 结果我才发现根本不是 然后另外一个信任是指对别人的信任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哈 就是我本来是那么相信我先生或我太太 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我相信错人了 我怎么会相信他呢 这个信任关系的破裂 我有听过我的个案描述 他说的确是那种信任关系的破裂 他的描述是他觉得 他们原本的关系其实像是一个很漂亮的花瓶 他很喜欢 他说很漂亮 他觉得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 很幸福的感觉 他说可是这个花瓶就破掉了 而且破掉的确有在补起来 可是他再怎么补啊 那个裂痕就是在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 反正他就是不像以前啦 不像原本那个样子了 对 对 我觉得刚刚那个比喻讲得好好 就是 我觉得在做这个伴侣之商 或夫妻之商的过程当中 真的会让我感觉到说 那个修复其实跟大家想象的都不一样 一般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想象的修复是什么 很多夫妻就会以为啊 就是我们是不是做完这个諮商 那个可能受伤的那一方 被外遇的那一方 之后就不会有PTSD了 之后就再也不会去想到说 我的先生或我的太太 跟别人躺在床上的画面 其实no 其实你还是之后 就算做完这个諮商 你们成功修复了关系 有可能这些画面还是会出来 对 只是可能频率降低了 然后还有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你比较知道怎么样去跟这个 已经破掉的花瓶 已经破掉的这个关系去共存 然后两个人继续就是做修复 就是这是一个持续的修复 而不是你今天进来舞坛室之后 然后我们伴侣资商师就帮你把花瓶这样子 碎片平一平补一补年一年 然后还一个你完整的花瓶给你 对其实大家可能想象的比较像是 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但其实这个过程比较像是 我们三个人就是伴侣双方 还有我就是资商师 三个人一起在这个过程中 去看那个花瓶可能碎的或裂的地方 比较深的是在哪里 我们先从那个点开始去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开始去做修复 可是即便在那个修复的过程中 一定因为就是有伤口 所以碰到都会很痛 因为那个背外被背叛的人 他就很痛啊 他也觉得那个是最深最碎的 尤其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第一个 为什么是我 我不是最重要的 我不是我是 我很糟我很不好 那个是 对很多人他说那是完全碎掉的耶 很像粉碎性一样 就是说变成碎碎的 就是那个感觉就有点像是牵涉到那个 如果以心理学比较专业的书语 就会讲说是自我价值 就会感觉到说 我本来以为自己是好的 就是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然后我也值得拥有好的婚姻 或好的感情 可是一旦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 然后我才感觉到说 其实难道 原来我没有心中想象的那么好吗 所以他好像可以随便在外面找个小王 或小山取代掉我吗 就是感觉好像我已经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 然后也感觉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好的 就是如果特别是那种自我价值 比较低落的一些个案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本来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了 然后结果你还做这种事情来伤害我 让我觉得自己更不好 不过柯文心理师有没有听过 有个案真的会问你说 心理师我为什么要因为 他背叛我 而对我自己这么否定 我为什么要这么想 我觉得 我比较少遇到他直接这样说 但是可以感觉的出来 的确有些个案 在这个物谈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也会 他会一边被外遇 觉得很伤痛 然后一边又会觉得说 我干嘛要因为这个烂人 然后就那么伤痛 他们搞不好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朋友也会说 他就是垃圾你干嘛那么难过 不用为这种人渣在那边哭 再少下一个就好了 你值得更好的 很多他们的朋友都会这样说 可是就算朋友这样说了 他们还是很难过 所以我觉得那个难过 我常常都会跟个案去说 你的难过的点是什么 让他们透过这个物谈 有机会去抒发 或去整理那个难过 那其实去谈的时候 大部分你就可以去感觉到 其实那个难过 有的时候不只是针对关系 失去这个关系 所以难过 有的时候那个难过是觉得 一样又回到那个自我价值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 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 是不是我少做什么 或多做什么 所以才害他想要出轨 才害他想要外遇 有自责 有后悔 对 然后也会有那种觉得 一样又回归到 就是自己觉得 自己好像没那么好的那种情绪 那种犹豫的感觉里面 那如果这样子的人来找你 在你的经验里面 你会怎么样跟他们工作呢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比较会去 要帮他 渐渐的去整理一下他自己 可能不是针对这段感情 或婚姻而已 而是他自己整个人 到底整个他的成长过程中 他自己是怎么看待他自己的 因为其实反而有很多人 是透过感情的另一半 或婚姻的另一半 来觉得自己感觉还不错 比如说我可以帮他煮饭 或我可以帮他做家事 然后如果当我做这些事情 做得好好的 对方称赞我 然后对方觉得我很有用 这样代表我有价值 有些人的自我价值 是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面 对 所以反而针对这类型人 我们要多去帮助他 去说一下 就是他是怎么样看待他自己的 他是怎么样觉得自己哪边是好的 或他自己哪边是可以自己 给自己一个肯定跟鼓励的 可是如果是来做伴侣智商呢 伴侣智商的时候有一方就是问 真的就在那边说 我真的觉得我很糟耶 我是不是就已经 就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伴侣了 要不然你怎么会这样对我 他可能 这时候心理师会 这个心理师他可能可以怎么样促成 这对伴侣他们的连结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在做这种外遇的个案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我们 当然就是像刚刚说的 我们会先去请被外遇方 去谈他的伤痛 这一定是首要的 因为那太痛了 这个伤痛清创的过程 一定是要先去把这个痛苦先图现 先让他说出来 然后让那个外遇方 稍微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哪里 你把人家伤得那么重 你当然是要先去做这个动作 但是再来就是像刚刚所长有提到的说 那假如说他一直觉得 是我自己的错 是我自己的问题 然后感觉自己很不好 所以可能别人才不要我 别人才会往外找 如果他一直停留在这种想法里面 我觉得做伴侣之商最棒的一点就是 刚好你身边就有一个力量 虽然他是伤害你的人 但他也有可能成为这段关系中的力量 就我就会邀请那个外遇方去说说看 真的吗 你真的觉得就是被外遇的那个人 他在你心中真的有那么不好吗 还是你当初会跟他选择交往或结婚 一定也有你看中他或喜欢他的部分吧 我会邀请他说说看 去说说他眼中的那个他 到底是怎么样的形象 那通常我觉得啦 通常就是外遇方不会那么白目 都已经要来修复关系了 当然会是讲好话 然后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 他们也是真心的就像 大家记得上一集吗 上一集我就有在讲说 外遇者的心态 有的时候他们当下做外遇的行为 搞不太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智商的过程 他也再度去回想说 对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另一半 作为我交往或结婚的对象 他到底优点在哪 其实我也在有点刺激那个外遇者去想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是被外遇者 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受伤里面 然后不断的控诉那个出轨那一方的话 一直控诉一直控诉 就是说你看你就对不起我 然后我做这么多事情 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一直控诉一直控诉 然后就算对方一直道歉 然后他还是觉得我就是那个最受伤的人 那怎么办 通常这种状况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癥结点是在于 通常那个外遇方的道歉不够真诚 所以他虽然表面上一直道歉一直道歉 为什么都没有用 因为他根本没有打从心里真的觉得自己做错 通常进来物谈室 有些还会在物谈室中演戏 对就是他会一直说对不起啦对不起啦 可是其实大家是人大家都很敏感 有些人包括我自己身为智商师我也是人 我觉得听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 嗯难怪你太太觉得你好像没有真的有悔过之意 我听下来我也觉得你好像只是在说对不起 可是你心里面对啊就是真的没有那个歉意 可是当然我不会在物谈室中这样直接讲 重点反而是让他去开始思考的是说 你的这个道歉到底是为了什么而道歉 是因为你让你太太感觉不舒服而道歉 还是你真心觉得你有感受到太太的痛苦 然后你觉得真的我让他受苦了而道歉 其实这个是有差别的 我还是想要问就那真心的道歉之后 对方就不一定会再控诉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作用 因为通常我们在做这种外遇的修复关系的时候 就是其实很倚靠有一个东西叫静向神经元 意思就是说当我今天被外遇的那一方 他一直在讲他的痛苦的时候 如果外遇的那一方也就是他的另一半 可以真的真心的感同身受 原来我另一半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他这么痛苦 他真的有办法感同身受的时候 其实那个痛苦会消减一半 这其实是我们常说的同理的能力 所以如果是有这样子的同理的作用 开始发挥的时候 通常我看到的是 那个被外遇方的那个痛苦好像也减低了 他就不会一直停留在控诉 他反而可以开展更多的情绪的空间 也去听一听那个去做外遇的举动的那一方 他到底在这个婚姻中发生什么事 会不会有一些委屈 或会不会有一些他压抑的东西 但他之前都没有跟我说过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听起来慧文心理事 并不是要一直一直道歉 不是说要永无止境的道歉 而是真心诚意的道歉 对 刚才你讲到这个我忍不住笑 是因为我之前真的有看过有个案 一直在道歉 然后他就一直道歉 一直道歉 然后我就觉得好戏剧化 连我都忍不住快要笑出来 然后他道歉 然后后来他自己也笑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这到底在干嘛 就是那个 这个物谈就变得有点荒谬 所以我觉得刚刚所长讲的那个真的是关键 就是到底你能不能感同身受 你另外一半经历了什么 然后你能不能就是在这个经历另外一半的痛苦的过程当中 真的意识到说 我做了什么事情 伤到别人的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你再去做道歉 你再去帮另一半可能做家事 洗东西洗腕 或者晒衣服 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另一半的感觉才真的有觉得说 他好像真的心有在我这里 这个其实是心才有回来 不然你只是做一个口头上面的道歉 或承诺说我不会再犯 其实这对关系的修复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其实围绕着目前这三集 惠文心理师不断的要强调的其实是 我们这对伴侣 我们彼此能不能够真心的感受到对方的想法 对方的感觉 对 然后重点还是感受到之后 我们两个人还可以慢慢的讨论 对 慢慢的去感受 然后关系才会慢慢的修复 然后再更靠近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伴侣智商的过程当中 即便是像歪语的这样子的主题 然后我们会谈到很多很痛的部分 但是也透过这个谈这么痛的部分 如果这两个人可以在这种危机的过程当中 可以一起去承担这样的痛苦 其实这又会是一个很不同的关系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有听那个 我之前提到Esther Perro 那个外遇治疗的国外的专家 他之前在TED的演讲 然后还有他写的一些书籍当中提到 我蛮认同的一个部分就是说 就是我们的关系可能在刚开始交往或结婚的时候 那是第一段关系 但是当我们如果发生了一些危机 像是可能外遇了或者是要闹离婚要闹分手了 那又是另外一段关系 那这个另外一段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 指的其实就是说 你可以决定你们两个接下来要怎么走 这会是不同于以往的关系 但是这个关系有没有可能比之前更好 更不一样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谢谢慧文欣医师 在最后的总结里面 给了很多 给了一个光明的一个有未来的感觉 因为其实很多人看待外遇这件事情 就觉得它是一个对于关系的毁坏 破坏 可是的确其实在我们临床经验里面 我们也会 其实我自己也相信 一个关系会出现 有的时候出现第三者 对 很有可能是你们原来的关系里面 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什么 可能没有 就是被 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让情感或需求 跑出去 那的确 这个看似破坏 但也许因为破坏了 如果两个人有意愿的话 也的确是有一个 可能是可以有重生的机会 对 今天谢谢慧文欣医师来陪我们讨论 其实真的被外遇 被出轨 被背叛 其实都会是否定自己的 这个在 有的时候从义附理论来讲 就是原本这么亲密的关系 突然出现了裂痕 一定都会有自我怀疑的部分 不过慧文欣医师也谈到了 可以怎么样自己修复 还有怎么样在关系里面 可以一起陪伴来修复的部分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道歉 真心诚意的道歉 它真正的作用 是什么的部分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其实你可以跟他分享这一集 让他了解什么原因他会自责 跟也许他的伴侣可以做些什么 下一集 下个下礼拜是我们的最后一集 我们要讨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是 如果我们要修复关系的话 这些外遇的细节 我们要不要来讨论 所以希望下礼拜可以再看到你咯 就这样咯 拜拜